今天我给你们讲讲野萌宝的故事 他的胸前为什么永远带着一个星星 伙伴们知道这个故事你们可别哭 野萌宝和其他的怪物都不一样 伙伴们因为啥 因为野萌宝是个生物蛋的时候 你们看他的胸前还是有一个星星 说明这个星星对他来说特别特别特别重要 对吧 而在迷你世界有个未解之谜就是迷你世界 野萌宝的爸爸妈妈是谁 好像没有一个人知道答案 而野萌宝胸前有一个金色的项链的原因 就和他的爸爸妈妈有关系 你们发现了吗 野萌宝在游戏中有一个非常奇怪的动作伙伴们 他不会走路 只会一直跑一直跑一直跑 你们发现了吗 他不会走路 要么不走路要么一直跑 而他移动的时候伙伴们 如果你们仔细看 他的星星会摇摇摆摆的 对吧 其实野萌宝在跑步的时候 他就是为了让他的星星摇摇摆摆 这样他的星星会和铃铛一样发出声音 让他的妈妈听到野萌宝身上星星发出的声音 所以伙伴们野萌宝胸前有一个星星的原因 就是为了寻找他的妈妈 野萌宝是不是很可怜 从小就没了妈妈